這是共二雙曲線 共二雙曲線呢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雙曲線是 a平方分之x平方 -b平方分之y平方等於e 那它的共二雙曲線 就是這邊改成-1 或者說這邊乘以-1 意思一樣 就有一邊要乘以-1 那這邊如果乘以-1的話 就是這個等於-1 那如果是這邊乘以-1的話 那它就是顛倒過來 b平方分之y平方 減掉a平方分之x平方等於e 那但是寫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這個應該才是真正的a平方 就是你真正的a平方 這個呢 才是b平方 好 那意思就是說 原本是這個 原本的a平方b平方是長這樣 那它的方法是長這樣 它的c平方等於a平方叫b平方 當然雙曲線 所以c平方一定最大 一定都等這兩個相加 好 那如果你換成 它的共二雙曲線 就是這邊乘以-1 或者這邊乘以-1 都不一樣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兩邊乘以-1 這邊就變正1 這邊就要變到 就變成這樣 那寫成這樣 這個就不再是 這個不再是a平方了啦 真正的a平方 應該是要正的 正的這個等於1的時候 正的這個底下 才是真正的a平方 所以新的a平方 a平方應該是這個b平方 那另外一個應該才是真正的b平方 好 意思就是說 那新的c平方還是等於這兩個平方 可是這兩個平方 只是對調而已 所以算出來還是一樣 所以c跟c'其實會相等 所以共二雙曲線 它的c是一樣大的 但是它會不一樣的方向 就是說這個如果本來是上下形 這個是左右形 x平方底下是正 那它改成這個就變成上下形 y平方底下是正 所以它如果本來是這樣 就會變成這樣 那它的a跟b剛好對調 意思就是說原本這是a 那這個是b 那現在新的a呢 新的a反而是原來的b 所以新的a是原來的b 意思就是在這裡 它就是在這邊 所以它的這個共二的雙曲線 它是長這樣子的 這個是原來的雙曲線 那它的共二雙曲線 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的a跟b剛好互掉 它的a跟b 它的b就變成新的a 它的a它就會變成新的b 好就是這樣樣子 所以它的第一個 它的漸進線都一樣都是這樣 所以共同的漸進線 不是長這個等於零 因為這個等於零 跟這個等於零 是一樣的 它會乘0-1 這個整個方式都一模一樣 好接下來呢 你再來看 它的灌軸 這個灌軸 其實就是共二雙曲線的共二軸 它的灌軸是變成在這裡 就剛好相反 它的灌軸是共二軸 它的共二軸就變成它的灌軸 然後它的焦點 這兩個雙曲線它的焦點 焦點說這個c是一樣長 那這邊c也是一樣長 所以這四個點它就會共圓 因為這個可以用中心為圓心 然後這個c為半徑 那裡一畫就會通過這四個點 就是這個圓心就是對稱中心 那它這四個焦點就會共圓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共二雙曲線 只要這個變成真理負義就是它的共二雙曲線 那我們說一組AB 它就會在圖形上畫出來 它就會這一組跟這一組 它就是互相互為共二雙曲線 再看 再看